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岳王为人长颈鸟坏 可与共患难 不可与共乐 此何不去 众箭书 称并不朝 实际岳王勾建世家一文 范林于是离开了岳马 从齐国给代古文种发来一封信 信中说 非鸟记 梁公藏 叫兔子 走狗坑 岳王是长颈鸟嘴 只可以与之共患难 不可以与之共享了 你为何不离去 文种看过信后 声称有并不在上朝 一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一力促成三千铁甲中村屋 作为一个大商人 他三度上演千金散尽还富来 对时机的把握 对人性的洞察 让他成为难得的人生赢家 后人给他十六字评价 忠以为国 志以保身 商以致富 成名天下 他就是在民间有财神支撑的范黎 两范黎也能名列五庙 废话 灭国之宫足以让范黎在五庙有一席之地 而且还明靠前 在宋朝的五庙大名单中 范黎的牌位进一步提高 他和管众一起挤掉了原来属于白旗 五旗的位子 名列五庙十折 虽然没有亲自上战场搏杀 但背后的战略策划 运筹为我是更高层次的博弈 五庙在筛选祭祀的武将时 权重是按战略 治军和战役指挥递检的 一场两场战争往往不能左右全局 而一个合格的战略家主导着国家战略 使之始终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范黎就是这样的战略家 三这样的大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中却没有单独列传 不过在史记《越王勾剑》世家和史记《获之列传》中 范黎的戏份还是比较多的 范黎成名在越国 却是一个楚国人 因为在楚国非贵族不得入室 所以空有满腹才华的范黎 不得不去外国求发展 范黎不胆自己去了 还说服了家乡的父母官 一起前往越国 这个父母官就是范黎后来的好搭档 文总 不要以为范黎去了越国就能大展拳脚 他真正被越王勾剑信任 并且重用是在公元前494年 勾剑兵败快基山之后 这一年 范黎已经42岁 来到越国也已经有17年之久 四之后 卧心尝胆 20年磨一剑 勾剑最终复仇成功的故事 早已为人熟知 这里只想说一个人物 那就是范黎的师父 新文子 范黎肚子里那些东西都是新文子教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新文子是勾剑灭无的幕后英雄 新文子是晋国逃亡到宋国的洛纳贵族 由于他对清水旅游的狂热 被称作渔妇 新文子在越国旅游的时候碰到了范黎 并且收范黎为徒 还建了勾剑 徒弟范黎希望师父新文子可以留下来一起辅佐勾剑成就罢业 新文子对范黎说 岳王为人 长经鸟会 可与共患难 不可与共荣乐 这也是后来范黎原话告诫文种 自己急流勇退的原因 师父说的话 怎么会错呢 据说新文子是老子的弟子 博学多才 无所不同 尤其擅长计算 也因为他在计算方面的超能力 新文子在历史上更多的被叫做济然 在史记集节 以及《月绝书》《吴月春秋》等史书中 既然又被叫成纪尼 纪言 这是因为吴月方言中然 你 连发音相近 其实说的都是新文子 新文子传授给范黎发展经济 振兴商业的七大对策 范黎只实施了其中的五条 就成功灭屋 后来 范黎经商致富 同样是靠了这些办法 范黎还专门著书立作 把这七条计策记录下来 命名为《既然七策》 五 范黎之所以背后是推崇 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审时多事 激流勇退 更加了不得的是 他转战商场 同样做出了让人高山扬指的成就 按照实际的记载 范黎的精彩人生课 已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当然是辅佐勾建复仇灭屋 第二阶段则是编译姓明 在商场上长袖善武 灭屋后 范黎在信劝说文种归领未果后 乃庄齐经宝诸语 自与其司徒属成州福海已行 中部范 范黎福海初期 便姓明 化名之以紫皮 三次经商成巨富 又三散家财 期间还执掌齐国相应三年 再往后 范黎定居陶秋 自号陶诸宫 再度上演商业奇迹 范黎离开勾建时已经六十八岁了 到他去世时八十八岁 二十年时间上演了无数商业奇迹 这也是后人将范黎尊为财神的原因 六问题来了 西汉初年的文学家贾义 他所在的年代要略早于司马迁 他的著作《新书连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梁长有疑虑 半以为当罪 半以为不当 梁王曰 逃出之寿 以不移而赴谋国 是必有其志 乃照诸公而问之 这里的梁王应该是指魏惠王 公元前三百六十一年 魏惠王前都大梁之后 魏都被称作梁 勾建灭无事公元前四百七十三年 这一年范黎六十三岁 魏惠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三百六十九年 至公元前三百一十九年 如果陶出公就是范黎 那么即使魏惠王在公元前三百六十九年一即位就建了陶出公 那么陶出公 也就是范黎应该足足有一百六十七岁了 这有可能吗? 所以陶出公有可能另有其人 司马迁笔下的人生大赢家 范黎很可能是拼接出来的人物 其如果范黎不是后来的陶出公 那么他的下场如何呢? 还是贾义的新书耳壁中有明确记载 世纪工程 范黎复食而倒五湖 大夫众系领县市 驱逐处车猎回权 勾建灭无后 帮助他灭无的几位功臣都被他杀掉 范黎是被捆上石头后 头脑太湖里淹死的 西施的命运和范黎一样 北极的修文殿遇览转眼无月春秋爽 吴王后 岳伏西施于江 令随石仪以终 岳王勾建访赵无子 须之死 也把西施装进石仪 压上石头 头脂于江 还有一种说法 这里的石仪就是纸范黎 也就是两个人都有被活活烟死 关于范黎和西施的爱情故事 史料中唯一的记载 是唐朝的吴帝记 转引东汉乐觉书 西施复归范黎 同范五湖而去 奇怪的是 现今流传的吴月春秋 月觉书都没有上述的文字 发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中国的史书中大量存在 正史的修转权被官方掌控后 各种涂抹 各种谎言 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还是喜欢范黎西施同范五湖的说法 善良的人们总是喜欢大团圆的结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对好变黎西施 继续